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次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廖星座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二月份的星座运势 接下来呢,就是农历过年了 在这边呢,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福大家在湖年能够呼呼身风,万事如意 在这整个二月份当中呢 整体的形象其实都还算是不错的哦 只是在二月份的二月初这段时间呢 一直到二月四哦,就大年初四哦 哦,还是会有水星逆行的情况 所以今年的从除夕一直到初四呢 大概有一些家庭里面就会有吵吵闹闹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呢,长辈的话比较多一点 因为水星的逆行呢,这次逆行到了摩羯座哦 那在过年这段期间里面呢 有一些长辈呢,可能就比较难沟通一点啦哦 那大家面对长辈的时候记得呢 就是尽量说一些吉祥话,不要顶撞的长辈哦 毕竟呢在过年这段时间哦,还是和气身材一点会比较好 那这个二月份呢,其实从农历初六至二月六号之后呢 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形象哦 而且很多颗星星呢,几乎都汇集在一起 集中在摩羯座哦 这种能量非常集中的情况,其实会让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月里头处理很多事情 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也就会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努力想要把它做好 但是呢,这也会导致蛮多人会有过劳的情况 所以这个月可以说是过犹不及的一个月份哦 记得让自己保持一个心情的平缓还有平静呢 其实对于你来说会是比较好一点的哦 另外就是在这个月里面呢,有两个星座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压力还是稍微比其他星座大一点哦 第一个星座就是摩羊座,第二个星座呢是天秤座 这两个星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里头呢会感受到的是心情的起伏比较大一点 而且破台的几率相对也是比较高一些的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我会特别建议牡羊座的朋友们还有天秤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保持心情的平静哦 不管面对什么事情呢,都不要太过执着 放轻松一点,很多事情就会水到渠成哦 接下来呢,请你拿出上升星座,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二月份当中,舍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牡羊座的朋友们在二月份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但是整个二月份呢,其实对于牡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其实工作非常顺,而且工作表现很好 升官运超级强的一个月哦 所以牡羊座的你呢,要好好把握这个月 只是因为在这个月里面呢,行星的能量非常的集中在跟你的事业有关系的位置上面 所以会让牡羊座的你呢,整个人呢 就是每天都想要拿第一 每天都想要做出最好的表现 每天都想升官了哦 所以这种情绪不断压着你的情况下 有时候你会觉得压力过大 情绪会有一种欺负啊 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好啦,不见得到崩溃 但是就是整个心情呢,会被自己逼到呢 起起伏伏,高高低低这样子 所以这个月里面呢,如果你希望有更好的工作表现的话呢 一定要先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哦 另外就是有一些牡羊座的朋友们 其实在这个月里面呢 就是把自己逼得过头了 所以会有过劳,身体不好的情形 所以在这个月当中呢 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下班之后该休息就一定要好好休息哦 那在2月1号到2月15号 还有2月18号 一直到2月28号的这两段时间 比如说这一整个月啦 牡羊座的你呢,在升官运方面是相当良好的哦 很容易拿到升职加薪的机会 另外就是这段时间呢,工作运很好 所以牡羊座的你只要好好把握 自然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工作成绩哦 那如果牡羊座的你呢,是正在找工作 或者是呢,年后想要换跑道的话呢 去参加面试呢 对方都会对你留下很好的印象 因为你的表现真的让他们很喜欢哦 所以你被录取的几率也是相当高的 在这边先恭喜你 那这个月里面呢,工作运最不好的时间 是2月1号到2月4号的这段时间 就大年初一到大年初四啦 这几天呢,如果你还是要面对到你的主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主管整个就是非常没有办法沟通 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每天都会发脾气 可能他过年过得不是很好 就原谅他哦 所以如果大年初一到大年初四 你还要上班 而且还要面对你的老板的话呢 如果发现他脸色不太对的话 就少讲两句会比较安全一点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牡羊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个2月份里面哦 各种考试,不管是大考,正照考,或是小考,校内考试 各种考试呢,你的考验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不太有什么负面的形象会影响你 但是也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说到过的哦 青星,火星,水星这几颗青星的能量因为太过集中 所以会让呢,牡羊座的你受到一些影响 就是你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一点 念书的时候就比较不专行一些 有时候呢,心情一不好呢,可能就不会想念书哦 那如果在整个2月当中呢 你有大型的考试啊,比较重要的考试要去考的话呢 牡羊座的同学们记得考前念书的时候呢 一定要稳定住心情哦 好好的用心在你的课本上面 那如果你发现自己心情突然有起伏啊 比较毛躁的情况呢 记得先深呼吸,让自己的情绪呢先平缓下来哦 那牡羊座的你呢,在备考的时候哦 心情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 自然就可以拿到更棒的好成绩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这整个月里面呢 牡羊座的朋友们很会赚哦 可是有时候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或心情太好的时候都很容易乱花钱哦 这个月里头控制情绪真的很重要哦 那在2月1号到2月5号 以及2月25号一直到2月28号的这两段时间呢 牡羊座的朋友们,你知道我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自己做生意,做网拍,或者是做直播带 或做销售,做业务工作的话 业绩都是强强棍哦 很多人喜欢你买的东西都会一直跟你买只下单 会让你多赚到很多钱 把握良机多赚一点哦 那在金钱还有财运方面要特别小心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在2月1号到2月6号这段时间呢 诈骗集团比较会触摸在你身边啦 那单纯的牡羊座有时候真的很天真 比较容易被骗哦 而且你可能会觉得诈骗集团过年应该会休假吧 没有,诈骗集团过年还是一样会营业哦 所以牡羊座的朋友们在过年这段期间呢 一定要提防诈骗的话术 另外就是有一些牡羊座的朋友们出门在外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会有遗失金钱财务的情况 比如说钱包手机就不见了 可能被偷拉或者是你不知道摆哪里去了 牡羊座的朋友们出门在外的时候这些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好哦 另外呢,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 这个月呢,比如说像金星或火星啊 水星之类的这些星星呢 能量都非常的集中 对牡羊座的你来说会形成一些压力哦 那牡羊座的你呢,常常会感觉到情绪起伏很大 心情很好的时候呢,你就很可能跑去一直买东西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会想要一直买东西呢 来平复一下你心中的情绪 所以这会让你呢,在这个月里头有非常多理由 可以一直买个不停 当然,钱就一直流失出去啦 如果你在这个月里头想要多省下一些钱的话 牡羊座的朋友们记得保持心情的平稳 保持冷静 自然就能够帮牡羊座的你省下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好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牡羊座的朋友们在二月份里头呢 交通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那偶尔会有几千运气比较差的日子 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提醒牡羊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牡羊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2月1号到2月6号的这段时间 就是大年初一直到大年初六了哦 那这段时间呢,要特别注意你的喉咙 还有肩颈的健康哦 那另外是呢,在这几天过年的期间当中 你是比较容易吃东西液倒 或者是呢,会有鱼刺啊 骨头梗到喉咙的情形发生哦 所以牡羊座的朋友们在吃任何东西的时候 一定都要细嚼慢咽哦 不要一次吃太大口 另外就是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 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韵的部分 那对牡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其实桃花韵不算强哦 那大部分的桃花呢都会经由工作管道而来哦 比如说放完年假之后开始上班呢 你可能就会透过你的工作关系呢 去认识找一些新对象 或是你的同事会帮你介绍一些新朋友之类的 在这些朋友当中呢 好的不好的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嘛 哦,牡羊座的你呢就好好选择 那一些牡羊座的朋友们呢 是在这个月里头呢 会有办公室联请发展的机会哦 最后呢,牡羊座的你在这个月里面 其实是有机会透过长辈呢 帮你介绍对象的 有一些长辈在这个月很积极哦 很喜欢帮你介绍一些新朋友 想要帮你消除去之类的 或者是他就是很热情的 想要帮别人介绍对象 然后这种长辈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 那这些长辈真的很热心啦 带来的对象 其实也不能说全部都很糟哦 有一半的机会是还不错的 可以参考一下的哦 所以牡羊座的你如果这个月里头呢 有长辈啊 要帮你介绍对象的话 就去看一下啦 说不定呢 你可以遇到那一半的好机会哦 就顺顺利利的呢找到一个好对象 谈恋爱结婚之类的 这个机率呢 其实也不算低 所以牡羊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呢 如果很想脱单的话 就把握一下长辈带给你的机会吧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牡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呢 放完假过完年之后呢 你的心思大概都在工作上面 会非常努力的想要在工作上面拼出一个很好的成绩 或者是有一些牡羊座的朋友们 现在这个月里头呢 工作量越来越大 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哦 那常常会让牡羊座的你呢 下班之后就是整个人筋疲一顶 不要说经营感情啦 可连吃饭的时间吃饭的心情都没有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但感情没有办法经营 也会让你的另外一半相当担心你哦 那我是建议美羊座的 你在这个月里头呢 下班之后呢 可以跟另外一半一起去做一些放松松压压的事情 比如说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激烈的运动 像是去做一些瑜伽啊 让自己的身心都可以做一下舒展哦 或者是去做一些静坐的课程 让自己的心灵可以多沉淀一点 这样子做呢 不但能够让你的疲劳得到舒缓 可以比较不那么的累 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呢 也能够更加的紧密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哦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新作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迪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